繼續要帶您看 英國肯興頓宮 星期天公開了凱特王妃 跟三個孩子祝賀母親節的照片 這是她從一月份接受腹部手術以來 第一次正式公佈的影像 沒有想到包括了美聯社 還有路透這些各大主流通訊社 隨後立刻宣布下架這些照片 理由是發現明顯變造的痕跡 英國王室還沒有做出回應 但是這些弄巧成拙的照片 現在引發了更多的揣測 這是凱特王妃去年二月煎餅節 專程拜訪英格蘭一家老人中心 親手煎餅展現親民作風的場景 不過凱特王妃因為動腹部手術 自去年耶誕節神隱至今 引發外界對她健康狀況的揣測 10號英國母親節這一天 肯興頓宮特地發布這張宣稱 由威廉王子拍攝 凱特與三個孩子的快樂合影 希望掃除大眾的疑慮 照片中凱特左右手分別 搂著下綠堤公主和陸易王子 大兒子喬治王子則站在身後 用雙手環抱媽媽 四個人都笑得非常慘烂 凱特也同時在社區媒體發文 感謝大家過去兩個月以來的 善意祝福和職取 並祝福母親節快樂 沒想到這張照片曝光不到12小時 包括美聯社 路透社 髮型社 和Getting Images等四家通訊機構 都相繼扯照 讓各界相當傻眼 其中美聯社直接在照片上 畫上禁止的符號 表示經過仔細選查 新聞來源似乎篡改照片 因此要求包括社群媒體 在內的所有平臺將照片下架 路透也在照片上打個大插表示 夏綠堤公主的左邊袖子出現不一致 要求使用者刪除 還有其他評論指出 凱特左手手指顯得不自然 而且沒有戴結婚戒指 此外喬治王子的右手影像失焦 而背景中的樹木 在冬天似乎太過翠綠 針對外界種種質疑 恳星遁公至今沒有回應 而英國王室想要傳遞 凱特术後狀態良好的美意 不止效果大打折扣 現在還引起了更多揣測 故事新聞則為民別議